这边的新火车夜市 还是蛮热闹的 虽然说现在还不到晚上 我是白天来的 我感觉这边如果要到晚上 绝对是人山人海的 唯一在这边卖罐咖啡的咖啡店 其实不是说非常多 我遇到我都会买一些 这个是埃塞尔比亚 可以回去试一试 10D 哦,真的吗? 啊,咖啡店 咖啡店 这个老板做的美食 他这个美食比很多精品咖啡店做的都好喝 你看他前面的这个咖啡豆 一小个一小个分装的 这边是在分装豆子 是吧 with this you mix together yes 你看 熊麦的 差不多了 very very good coffee thank you very much 哈哈哈 哇,这是两年后再来到这个店 还是有一些变化的 他们的logo变了 以前的logo不是长这样的 还是蛮怀念这个地方的 without a milk Coffee without milk we have three choices one first steep jobs steep jobs and this one is steep jobs and this one is steep jobs yep this one is steep jobs 因为跟苹果有关嘛 所以说它叫steep jobs 就是一个咖啡苹果的果汁 very simple 就很简单 就比如我们国内的一些 特别是上海的这种做特调咖啡的咖啡店 我觉得很多地方做的 其实都比它这个要好一些 但有一点我想说的是 他们的价格比较嫌疑 这个是130柱嘛 你看 换成人民币就是25块钱吧 好像 最主要是想买一点挂尔咖啡的 但是我刚才问了一下 他们竟然没有挂尔咖啡 只能买一包咖啡豆喝喝看了 这一排基本上都是泰国的豆子 只有这个是艾塞的 其余的全都是泰国本地的咖啡豆 喝喝看这个了 这个是black honey 黑蜜处理法 伯爵红茶 这个是180柱 这个妙儿哥们喜欢喝茶 喜欢玩特调茶嘛 所以说给他买点这种茶 他可以做一个特调什么的 其实他们这个包装蛮好看的 而且他这个包装的这个塑料纸摸起来 有点像是那种磨砂的纸质的那种感觉 咖啡豆是400泰铢 伯爵茶汁180泰铢 依然还是很舒服的一家店 然后呢 我能感觉出来 这个店它变得更加更加的社区了 都是周边过来买咖啡 带走喝的 所以说我觉得一家好的咖啡店 你不管是怎么网红 你不管是怎么出名 你都应该是要服务社区 他不可能一直做像我这样的人的生意 因为我是从外地来的对不对 这才是一家好的咖啡店 这是竞选他们的那个什么市长还是什么的 这是我现在住的这个民宿 然后这个民宿呢 这两个老头子每天雷打不动的 就这个时候准时的就在这边聊天 然后我是每天早上坐这边办公吃早饭 因为是第一次做这个团购嘛 所以说就是有一些流程可能需要去优化 我不知道你们在处理这个订单的过程中 你们有没有遇到一些比较麻烦的 上一周做了一次咖啡豆和咖啡器具的团购嘛 所以说我刚才就跟品牌方以及我们团队的小伙伴 一起打电话复盘了一下 他们说这个店的这个pattai很好吃 所以说试一试 这家的这个pattai还挺贵的 500 点了一个这个 你们别说它这个橙汁是真好喝 它这个橙汁是现榨的 里边是在裹肉的太太好喝了 看起来还是很漂亮的对不对 虾对吧 虾感觉吃起来一般般 鱿鱼丝鱼肉 这个应该是蟹肉吧看起来 我知道为什么贵了 它这几个原材料是比较贵的这种 里边的这个面 面 这里边我觉得螃蟹肉是最好吃的 我自己一个人吃了728猪 说实话还是有点贵的对不对 我还是推荐你们如果来的话 就点那个基本的 是150猪的那个就可以了 就不要点500猪的了 小伙伴们有朋友推荐说这家果汁好喝 所以说就来尝一尝 小伙伴们有朋友推荐说这家果汁好喝 点了一个最大的杯子的 你看它这个店里面是 很多准备做原材料的 配料 然后这边是鸭料 然后那边是大果汁 好忙啊它这个 你看可能是因为它这边水果便宜 所以说现价果汁那么大一杯才95太多 看它们这边的果汁里边都是有这个冰沙在的 搭配的这个味道搭带他们挺好的 曼谷的这个雨季真的是见识到了 上午出来的真的是晴天大太阳 哇天空蔚蓝蔚蓝的 这个就这一小会的时间 哇这个雨就下来了 他们这个店叫Gallery Drip Topic 因为他们就是开在一个艺术中的一楼 好 好 好 八十泰铢就是 谢谢 今天就突然它就下雨下的挺大的 所以说就点了热的咖啡 这个老板冲的这个手冲的咖啡 清来的咖啡豆 酸汁喝起来就很舒服 但是它没有那种很明显的什么花香啊 或者是一些特殊的这种风味在 10 people do this 7 days 哦 弯点儿 这个老板说 他的这个上面的这个杯子 10个人花了7天做好的 你看这么多 他们这个一共是用了5000个杯子做成的 里边不是有一个做活动的吗 最开始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是做什么的 我就问了这边的那个老板 然后那个老板就用很蹩脚的英文给我说 他是LG 是LGBT 对吧 他说嗯嗯嗯嗯嗯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LGBT 他们做的一个活动 然后我就觉得他们太过 对于LGBT的一个包容的程度 真的极高 没有那种异样的眼光 一下子又提升了我对这个地方的一个好感 然后我就想到前两天我看到B站的一个up主 他是一个美式博主叫B人石 他因为自己是一个gay 然后呢就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这个事情 我看到蛮多up主转发这个事情的 呃 反正就是我觉得他们这个群体 不应该被别人用这种异样的眼光来看待 他们也需要被友善的来对待 我去 在这边蹲了半个多小时 终于蹲到了一个 我这相机也拍到了 呗